准备当着她死去丈夫和儿子的面 和女人做一套亲密的广播体操 女人殊死挣扎 但最后也没有保住自己的清白 而女人之所以会遭此厄运 全败这间房子的屋主陶老板所赐 原来这天夜里鬼子进村 一个日本兵看上了漂亮的阿花 阿花的丈夫大壮为了保护妻儿 便逃到了陶老板的家里寻求庇佑 谁知这陶老板诸狗不如 假意收留大壮一家之后 又将鬼子放了进来 害得大壮一家人无处可逃 死的死 残的残 禽兽不如的鬼子满足过后 便将阿花丢在柴火房里离开了 这个时候陶老板却趁机摸了进来 开始欺负已经麻木了的阿花 完事之后还不满足 准备抢走阿花的珠宝和钱财 阿花见自己最后的立身之本 落入贼人之手 扑到陶老板的身上 就准备把珠宝夺回来 陶老板见阿花这疯癫模样 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举起一个缸子 将阿花砸死了 或许是遭了报应 自此以后 陶家大宅就开始不安宁 没过多少年便空置了下来 成了附近远近闻名的鬼屋 一晃多年过去 陶老板的孙子伟明已经长大成人 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 他最近手气极为不好 就差把自家的祖宅输出去抵债了 这天 他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个算命瞎子 对方有一个打牌必赢的灵牌 想要卖给伟明 伟明虽然心有怀疑 但他已经走投无路 只能病急乱投医 接下来这尊灵牌 可令他意外的是 自从开始供奉灵牌之后 他竟然真的逢赌必赢 手气好得不得了 这天晚上 伟明兴冲冲的抱着一个纸扎人回家 准备祭拜灵牌里好赌的女鬼 保佑自己白赌百胜 谁知伟明的妻子玛丽竟大发雷霆 一脚就把女鬼的灵牌给踢翻了 原来今天是他的生日 但伟明却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心里面只有那个灵牌和女鬼 而旁边的伟明见灵牌被踢 立马跪在地上作衣 给灵牌中的女鬼道歉 希望他可以不和自己的老婆计较 毕竟伟明还指望着灵牌 让自己发大财呢 只是至此之后的伟明 手气就开始一落千丈 输得越来越多 到最后伟明为了长经债务 不得不将主意打到了陶家祖宅上 电饭堡里的大米饭 竟成了蠕动的蛆虫 女人伸手进去一探究竟 蛆虫就全部爬到了她的手上 可等她定睛一看之时 手上的蛆虫却又全部消失了 原来这女人刚刚买下了 好友伟明家的祖宅 她不知道这座老房子里 曾发生过惨案 见伟明召集出手房子 而这陶家祖宅又大又便宜 便买下了这栋房子 今天是她搬进新家的第一天 正准备做饭时 就撞进了这诡异的一幕 紧接着 正坐在客厅打牌的好友们 也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一个正在打牌的胖女人 被腾空抛了出去 紧接着牌桌都被丢了出去 众人被吓坏了 饭都没吃 就直接从莉莉家离开了 等莉莉闻声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家里面已经空荡荡的了 这时 莉莉的老妈出现告诉莉莉 这个家里似乎不干净 交代她将一个牌位供奉在客厅里 把一面镜子挂在门口 只要勤家供奉 就可以保佑他们一家 不被邪碎侵害 但是 莉莉妈前脚刚走 放在门口的八卦镜 就被莉莉的丈夫家成取了下来 紧接着 她还把牌位也丢在了一旁 她向来不信这些鬼神之说 但事实证明 这一切由不得家成不信 因为被占据了老巢的阿花非常生气 她决定教训一下莉莉一家 于是便将莉莉的儿子乐乐丢进了井里 好在是莉莉听到了乐乐的声音 及时赶到 才从井里救出了儿子 而阿花的教训还不止如此 第二天 莉莉正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厨房里的冰箱突然静止朝她和乐乐撞了过来 她带着乐乐左躲右闪 好不容易才淘汰 可等家成出现的时候 一切却都恢复了正常 正当莉莉以为没事了的时候 回到二楼卧室的乐乐却突然从窗户飞了出来 一头扎进了井里消失了 等救援队赶到的时候 乐乐已经没了踪影 无奈之下 莉莉和丈夫家成只好找到一个神父 希望从玄学方面找回儿子 但在陶家老宅盘踞多年的阿花 显然并不畏惧神父 看到神父的大蒜 阿花不仅不害怕 还帮神父把大蒜掰成了蒜粒 将神父的圣水都给喝光了 无计可施的神父只好跑路 莉莉见西方的神父如此无能 便找到了东方的神婆 希望神婆可以救回乐乐 深夜 一个穿着红衣的美女站在电话亭前 神情暧昧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望着性感妩媚的女人 顿时血气上涌 立马上前搭讪 不久便跟着美女回了家 这个男人正是伟名 他本以为这是件不可多得的美事 不曾想 这个身姿曼妙的美女 竟是被自己祖父害死的女鬼阿花 正当伟名沉醉在温柔乡的时候 阿花静止掏出了一块红银 勒住了伟名的脖子 将她挂在二楼的阳台上勒死了 这一下子 阿花的大仇终于得报 也帮社会除掉了伟名这个渣子 原来在半月前 当时伟名听说乐乐丢了以后 便动了歪心思想要伪装成劫匪 敲诈勒索莉莉和嘉诚 爱子心切的莉莉 刚好在陶家祖宅中 发现了阿花曾经落在祖宅的珠宝首饰 便从中拿了一块珠宝 想要去赎回乐乐 当伟名拿到这块珠宝的时候 一眼就认出了这块珠宝 是陶家失传的宝物 于是便打定主意 想要偷偷溜回祖宅 把其余的宝物偷回来 当晚 伟名再次伪装成劫匪 拨通电话 将莉莉和嘉诚 框骗了出去 她则和伙伴偷溜进了屋里面 寻找宝物 谁知宝物还没有找到 竟就碰到了怪事 一个布娃娃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砸向她 但伟迷心窍的伟名没有就此放弃 还是在屋里面四处搜寻 等伟名找到珠宝的时候 突然一股神秘力量出现 直接把伟名掀翻在地了 吓得伟名钱也不要了 拔腿就跑 而另一边的莉莉和嘉诚 被伟名骗出去找儿子 自然只能是无功而返 好在这时 神婆联系到莉莉 告诉她 有办法可以找到乐乐 莉莉大喜过望 在神婆的指示下 将身上裹满黄浮后 便潜入了警底 在警底四处搜寻后 莉莉终于见到了 日思夜想的儿子 但神婆只给了莉莉 一炷香的时间 莉莉还没来得及带回乐乐 就被拉出了警底 不过这一次 莉莉也不算无功而赶 一位警底的阿花 将自己悲惨的身世 告诉了莉莉 自从陶老板害死了阿花之后 阿花和她的丈夫儿子 全部变成了厉鬼 很快就把陶家人杀得片甲不留 只剩下了伟明这一个 独妙妙逃了出去 他们一家就此在空置的 陶家祖宅里安家 但莉莉一家人的出现 捣乱了他们的生活 所以阿花才会千方百计的 想要赶走莉莉一家 随后 阿花表示 只要莉莉一家人 将这陶家老宅翻旧 恢复以前的模样 她就愿意放过乐乐 但当莉莉照着阿花的话 将祖宅翻旧 准备离开的时候 阿花却并没有遵守 自己的承诺放走乐乐 当乐乐出现的时候 鬼魂就依附在了乐乐的身上 紧接着 嘉诚也被鬼魂上了身 夫子俩在一片火光之中 自相残杀 另一边的莉莉也难逃厄运 一股力量将她钳持在墙壁上 眼看着自己就要丧命于此了 绝望之中 莉莉怒骂阿花 冤有头债有主 如果阿花这样平白无辜的 害死了自己和家人 那她做鬼也不会放过阿花 或许是这番话打动了阿花 她放过了莉莉 莉莉正喘息之际 就听到了不远处 传来了乐乐和嘉诚的声音 原来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没有死 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里面的音效 可谓是非常的善人 胆小的小伙伴 并不推荐观看原片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电影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